字幕志愿者 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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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我是钟玮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6月15日 经文系记载从《《文数记》第9章15节 到第23节 题目是汗云 立起帳幕的那日,有魂彩遮蓋帳幕,就是發貴的帳幕,從晚上到早晨 魂彩在其上,形狀如火,上是這樣 魂彩遮蓋帳幕,夜間形狀如火 魂彩何時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何時起行 魂彩在那裡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裡安迎 以色列人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安迎 魂彩在帳幕上停住何時,他們就住營何時 魂彩在帳幕上停留許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華所吩咐的不起行 有時魂彩在帳幕上幾天,他們就照耶和華的吩咐住營,也照耶和華的吩咐起行 有時從晚上到早晨,有者魂彩在帳幕上,早晨魂彩收上去,他們就起行 魂彩停留在帳幕上,無論是兩天,時一月,時一年,以色列人就住營不起行 但魂彩收上去,他們就起行 他們遵耶和華的吩咐安迎,也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 他們守耶和華所吩咐的,都是憑耶和華吩咐摩世的 所以,我很多時在這樣想,如果主神給我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有清楚的指示 那就當我的美好吧 何時停留,何時前往,何時轉右,何時轉左 這樣我就不會作出壞決定,人生就很簡單 以色列人很幸福,在西禮山停留了九個月,做什麼呢? 他們建造會幕,立約法櫃,金燈台,香壇,陳切餅的桌子 所有帳幕的配件和憲制的同壇 他們擺設合意,為了敬拜和聆聽神的說話 當帳幕立起了,雲彩遮蓋其上,代表神的同在 晚間雲彩如火,光照他們,又在抗野寒冷被他們溫暖 神的同在是肯定和可見的 我也很喜歡有這些東西 更知,雲彩命令他們何時起行,何時安迎 雲彩何時從帳幕收上去,他們便起行 雲彩停住,他們便安迎 神控制他們的行程表和時間表 神決定他們在一個地點安迎多久 他們毫不知為何,但他們也不需要問為何 我想像同軍隊伍一起報粗時的樣子 同軍隊長一聲號令他們 或操或停或右或左 他們是聽而服從命令,按照節拍行事 以色列人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安迎 我也很嚮往這個直接,簡明的生活方式 為何我這樣想呢? 我有朋友在處理他們癌症治療程序裡 真是抓破腦子 這些問題出來了,舉例 我應該接受手術嗎? 復原的機會有多少呢? 會不會破壞我的生活質素呢? 但又不增加我的壽命多幾個月或幾年呢? 化療比癌症更硬受嗎? 我可以忍受的副作用嗎? 電療會傷及我另外的器官嗎? 有營養食療計劃幫助我在接受治療期間去保健嗎? 很多困難的決定需要衡量 所以我們祈禱有祈禱 天上未有聲音給我們簡單直接的答案 在有生命威脅的危機之上 再加上多一層的負擔就是分析和決定 是的,我寧願看神的雲彩好些了 當教會開始一個建堂計劃時 有人不能應付很多的意見 什麼呢?有人聚焦在信心的因素上 大膽地構思一個巨型的教堂 有人注重愛心的因素 就連問這樣不想債務的負擔 增加在弟兄姊妹身上 要減至最少誰對呢? 神就沒有在天上呼喊一個答案叫我們跟著去做 其實我很希望是這樣的 我十分希望是這樣的 但是 不是常常發生的 是的,我寧願看神的雲彩 這個聆收有什麼結論呢? 如果不是有迫切性去做決定的事 我寧願延遲和繼續等候神 當一群敬畏神的人 在一起討告時 神會在他們之中運行 去達到共識 是需要忍耐和欠秘的 要等多久呢? 就像這段經文說的 可以是許多日子 第十九節 可以是幾天 第十節 可以是一個晚上 第十一節 可以是兩天 一月一年 第十二節 神決定 不是我們決定 但是如果是迫切去做決定 好像醫療上的決定 不決定不行 那我就要信靠神和專家 他們一起做事 引導他們為我們的福利而著想 就像我的皮膚癌事件 我的家庭醫生把我轉介 到一位很出名的皮膚專科醫生 但我也不認識他 第一個手術後 這個醫生又把我轉介 到另一位出名的整容醫生 去做第二次的手術 當所有安排妥當後 我一位好朋友 研究這兩個醫生的評估 發現原來他們是好評如潮的 一流專科醫生 神吉手在其中 而我感謝神使萬事配合 使我得到益處 在人生中我需要信靠神 和服從祂 就因此 我每天為我的癌症病人名單上 每一位去祈禱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神的魂彩吧 但願我們每天 弟兄姊妹一起看神的魂彩 完全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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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